原标题,美手派海景巡逻舰,公然穿越台湾海峡有何蹊跷。 参考消息网3月27日报道,一艘美国海军区逐渐和一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近日穿越台湾海峡。 中方表示,有关动向全程都在掌控之中,并已向美方表达关系。 这虽然不是过去三个月来美舰第一次穿越台湾海峡,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美舰穿越台湾海峡出现了一些新迹象。 用美国媒体的话说,虽然科迪斯威尔博号驱逐舰,这次是过去几个月来,第二次穿越台湾海峡,但是海岸警卫队波索夫号驱逻舰的出现,令一些防务专家感到意外。 有评论说,这可能是美国海警船多年来,第一次公开穿越台湾海峡。 据美国海军时报周刊网站3月25日报道,波索夫号驱逻舰于3月3日,抵达日本的佐世保决型任务。 在东海短暂巡逻舰期间,波索夫号船员的作业,接受美国海军驻日本第七舰队的战术控制。 军事评论员宋小军,在接受参考消息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该海警巡逻舰此行先前往日本完成任务后再穿越台湾海峡,所以目前尚不明确美方此举是否有意为之。 如果是美方蓄意之举,将美国的执法船派遣到亚太、台海地区维持之举,将进一步显示美国的地区的霸权心态。 美方以此展示其世界警察的形象,也在向盟友们发出示范信号,海警巡逻间的加入,还会被台独势力视为对齐的支持,不利于台海局势的稳定。 宋小军说,美国退役陆军军官,前海军军事学院教授麦克尔·阿木尔在2017年美国进海水安全研究中心撰写的一篇文章显示,美国动用海岸警卫队船支开展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的做法也已讨论多年。 也许,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这些部队,如果部署的该地区有可能成为战斗力倍增进或外交的补充。 阿木尔写道,然而,鉴于美国海岸警卫队预算微薄,可调度的资产有限,事实也许会证明,他们的加入微不足到甚至充满危险。 宋小军认为,虽然海警巡逻舰本身的军事实力和战术意义未必突出,但其穿越台湾海峡行为背后的战略意义,要引以重视。 对于美舰穿新台湾海峡,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26日回应,中方对美方有关舰艇,挂好台湾海峡的情况是清楚的,有关动向全城都在掌控之中,中方已向美方表达关切。 任国强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要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以免遵撞中美两国俩军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解放军将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兼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解放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